一定要上歌唱小教室 真的 對不對 彌羊老師來啦 今天教一個技巧好不好 來掌聲歡迎彌羊老師 我也很緊張 緊張喔 看得很精彩 我每次錄完影回去都好累 都怕得心痛 太緊張 真的 雖然這兩位都是 平常很認真來上課 真的是 但是我覺得 我們做 把這個選手訓練好 就是給我們觀眾朋友 這樣子嚇彌羊老師 我們就算了 70歲這樣嚇他 對啊 對啊 還沒蓋上 對啊 至少 今天要教什麼 老師 有一個問題 因為他們這聲音都很好 對 觀眾朋友是 蝦柏來在請教 對 他說有的人這樣聽 聽起來這聲音就是 要怎麼這樣 這個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依呢 通常現在我們現在在唱卡拉OK 為什麼他們比賽 就是在前十名都進不去 或者前五名 就是唱歌 這個拿到聲音太重 重了就是說 會少了一個地方的共鳴 因為我們的想像 就像這兩位的共鳴都很漂亮 他們的共鳴是 頭這個地方跟腹腔共鳴都有 都有 那一層 所以他們的聲音都很涼 但一般很難做 我們也教很多頭腔共鳴 但是都做不到 頭腔 頭腔 但是就很難做到 那我今天呢 真的嗎 對 我只要唱三首歌 我喉嚨就好乾了 表示我都用喉嚨在唱 我沒有共鳴對不對 這個方法呢 叫謝謝頭腔共鳴方 謝謝 只要謝謝就可以 什麼意思 因為如何把這個聲音放在頭腔 因為我們站在這個地方 要去抓頭腔很難 然後你如果能夠慢慢的 比如說把這個腳放鬆 放鬆 因為如果放太重 喉嚨這個地方 還有肩膀會太硬 然後往前 下來 下來謝謝 你看你下來的時候 你看喔 這個聲音已經跑到我的頭腔共鳴 然後你抓到 謝謝你 有沒有 在這個地方 在頭腔的地方 因為如果我們站著這樣 謝謝 就感覺 謝到這裡 感覺就會往頭跑對不對 對 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們會去 往前面衝頭腔的地方 對 那你去唱 米洋老師 誰是這樣唱歌的 對啊 你以後這樣唱歌 麥克風要放這裡喔 不是 就是讓你去抓那個 以前我為什麼有很多什麼 頂天立地 還有躺在地上 那就是在抓一個感覺 抓感覺 當你抓到的時候 你看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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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這個地方 收 你剛剛比如說我們來唱一個 收 收買對天來空氣 你會發現那個聲音其實是亮的 不會悶在 亮的亮的亮的 收買對天來空氣 就是會悶在你的喉嚨 所以你要開發你的頭腔共鳴 這個地方其實這個不會很難 不是 謝謝鞠躬的這個姿勢 是讓我們體會你頭腔共鳴 是的 遇到的地方 找到之後呢 你就可以回來你正常的 對 你先去找到 找到 事實上這個 我覺得這是很難的 很難的頭腔共鳴 但是用這個方法去找 其實很容易就找得到 那這個是練習的時候用這樣 你說 叫你出去外面唱 我為什麼要這樣唱 不是這樣 這是一個方法輔助 所以這個叫做 謝謝頭腔共鳴練習吧 謝謝 大家要多加練習好不好 謝謝 謝謝 謝謝老師